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艾尔科技 获取最新案例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台iPhoneX的无需案例 这个机制客人说是进水 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了两个小时 那既然是进水 那我们就先拆机 然后看一下它的脉搏怎么样 好 我们先夹电试一下 夹电有漏电 漏电30度 我们开下机看能不能开机 起了 可以开机 然后我们装个屏试一下看能不能亮 那我现在拿它自己的屏装上 我先看能不能亮先 开机 起来了 不亮 屏幕没反应 用它自己这个屏现在是不亮 我们目前也不知道是屏坏 还是主板问题 所以我先要拿一块确定好的屏 然后给它装上去 我们再试一下 拿个侧机屏就行 直接扣显示座 触摸都不用扣 看能不能亮就知道 开一下 亮起来 可以亮 也就是说用我的屏是可以亮的 用它这个屏是不可以亮 就是说可能它这个屏坏了 怎么黑了 重启了 这个电流我们看 这个电流注意看 现在苹果亮起来 然后过回才会黑掉 黑 OK 那么这个机子它还有重启 夹电还有漏电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把它外配全部拆掉 把主板拿出来 看看到底有哪些地方有腐蚀过 行不行啊 板子那是没修过 还挺亮的 触摸座这里有点腐蚀 这一块位置 比较明显 然后其他地方看一下 这边都很好很漂亮 相机坐这边也有腐蚀 泡面没下面不知道怎么样 一些霉渣似 这边还可以 这里面也有发霉 经过检查发现 它有几处座子 是有明显的腐蚀的 但是大致来还可以 还可以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是遵循 游易而难的原则 把它这些座子边上 有腐蚀的地方 先给它做一个清理 因为它这个机子也有重启 像触摸 包括相机 它们边上可能都有总线 可能会导致个故障 那么漏电的话 可能要找必加了 那么接下来先把海绵给它撕了 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 多余腐蚀的地方 这个电池座下面也有一点腐烂的 这个显示座里面也有 刚才没看到 这里有一点点 多是不多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这都烧糊了的感觉 看到吗 到时候重新焊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先把桌子自己清掉 就用刷子沾点洗板水刷就可以 这里面好像没刷到 用小刀抠一下 像这种进水的板 你们千万不要用超声波的清洗器 去清洗 清一下这个板就包废了 显示座这里也清一下 清完以后我们先夹电 看看还有没有漏电 有 还是有漏电的 然后再开下机看还会重启 看电流会不会回来 一样 一样 它就会重启 那也没办法了 因为它还有漏电 然后又有重启 那现在目前它这个中层里面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分层吧 好 差不多了 我们分开试一下 差不多 放进 哎呀 这个可能烧的还蛮严重 继续吧 显微镜 我们先看一下上层 这个地方充电的电感 这一块 已经生锈了 明显的秀机 秀机棒棒 这个 散光灯这边 不是的比较严重 然后音频这边也有一部分 音频 好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了 主要就还是这些必加的地方 进水的话 腐蚀是最多的地方 然后下层 你看这个Wi-Fi上面 就是因为这个充电电感 正好在这个背面 烧在这 这个小音频下面都懒了 这些工范呢 有一点点小烧了 那还是先清理吧 先把它刷干净 还好不是掉到厕所里面 那掉厕所里面的话 腐蚀就会更严重一些 已经酸性会更大 洗机里面还好 OK 下层 这是一个美版的 英特尔的基带 这洗板水刷了以后 一吹 它就干了 也可以用酒精 我酒精没有这么强烈 然后这边 那么把下层先放这里 把上层我们夹一点 看看有没有漏电 0002 开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英特尔的版的 单版是开不了的 插的话 它是定电流的 70差不多 65 70 现在单上层版是没有漏电了 我得先用夹具 然后把下层一起合上 然后看有没有漏电 如果有漏电的话 那就证明是下层问题 如果没有漏电了的话 我们再开机 这样子看它还会不会重启 好 加电试一下 有 还是有漏电25的 那已经锁定故障了 那就是下层版有地方导致漏电 刚才我们看了有一个小音频 然后NFC 然后还有几个公放 边上是有腐蚀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着重去检查这个位置 刚才的这个小音频 它下面是腐蚀比较多的 我们先拿小音频吧 一定得拿 好 即使不是它你也得拿 因为它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缝隙里面 还是蛮脏的 就算它现在没有问题 可能它拿回家以后用一段时间 你看 然后可能还会有其他问题 所以我们还得把它拿下来一起清理 点吹点吹 不要一直吹 因为边上有基带 基带是带胶的 OK 哇 确实是 前面非常的烂 各种化学物品 先清理吧 换一下锡 刷一下干净 拿掉这个元器件以后 我们给它上个电 然后看有没有漏电 我们直接给它一个电就行了 给到它的币夹正极上面 试一下 OK 没有 自检一下 没有 不漏电 那就证明我们刚才拿掉这个小音频 芯片以后 它就不漏电了 接下来我们先给它换一个 然后能再夹上这个夹具 我们开机看能不能进系统 好 我们拿一个芯片 先对好位置 上锡 镊子 上锡 稍微过下位 漂亮 那我们给它装上去 这位置在这边 放点焊油 还是对这边吹啊 因为记得在这里 回下位 OK了 好 好美 还是一样 上夹具 看它有没有漏电和重启 那我们再开机试一下 然后看它会不会重启 起来了 等待一下 还是会重启 这个电流 那可能上层板还有问题 因为刚才上层板在闪光灯 音频这一块 腐蚀的也是蛮严重的 像它们下面都有总线 但是有几路总线 实在我们外围是测不到的 所以我们还得把这个芯片给拿掉 因为即使是没问题 我们也得拆开看一下下面腐蚀怎么样 万一有烂的地方 还要给它清理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先拿这个闪光灯 因为当时闪光灯是腐蚀的比较严重的 就这个 闪光灯 我们先把它拿掉 进水的机制小问题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大家在检查的时候比较仔细一点 哇 果然啊 所以像这种进水了以后 这些芯片我们一定要拆掉清理 要不然的话后期会有问题 放上凉焊油 换锡 换完锡 而且我们就先不装闪光灯芯片 就直接开机试一下看 因为它不装也不影响开机 就这样子一个个去试 好 然后我直接把音频也先拿了 看有没有烂的地方 有烂的话给它清理一下 在这 还好啊 音频下面还好 不过也有一点烂 有一点点 这边 看到吗 有梅字 有梅字 先给它清掉 OK 刷一下干净 刷一下干净 好了 那现在呢 我再开下机试一下 好 哎呀 还是不行的 可能是因为它进水的时候 没有及时断电 然后导致数据丢失了 那么目前它进水的腐蚀的地方 我们都清理过了 可能接下来需要刷一个机 那我们先跟客户沟通一下 看能不能刷机 那刚才跟客人沟通了 他说是可以刷机的 那我们尽可能的给它保资料刷机 试试看能不能刷得过 开始 我们刷机已经刷过了 而且是保资料刷的 那么接下来 它还有拆的两个芯片 一个闪光灯 一个音频 我们得给它装回去 找一个好的 给它装回去 它那个原先坏了的 可能腐蚀了 我们就不要了 看看方法 好 我们装机测试一下 它现在是更新到13 一点继续 OK了 那么由于这个事件的问题 那么合成呢 包括后期的这些测试 我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